那个59元保一年的惠荣保又要上线了 2022年度保障更升级 自费可报销 近日 记者从成都市医保局获悉 由四川省医疗保障局 成都市医疗保障局指导 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支持 与融成百姓相伴协行两年的惠荣保 将于5月6日正式上线 推出第三年度产品 2022年度惠荣保在前两年的基础上 在继续保持59元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对保障责任进行了全面提制升级 医食医保范围内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年度 累计起负现持续下降 连续参保人员年度累计起负现 从1.3万降低至1万 首次货非连续参保人员 年度累计起负现从1.8万降低至1.5万元 个人负担进一步下降 二是特定高额药品目录 增加至58种药品 实现高发肿瘤权覆盖 报销零免赔 联系参保人员特定高额药品报销 取消了既往证限制 30-2022年度惠荣保将医保范围外 全自费医疗费用纳入保障范围 库展后的保障更全面 也更具惠民性 据了解惠荣保作为专属于成都人的补充医保 自2020年上线以来 凭借普惠的价格 参保无健康限制条件 保障责任持续优化等创新惠民举措 获得了成都市民的信任与支持 2020年度和2021年度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310万和390万 引领了全国发展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的新浪潮 也成为了成都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荣保推出两年来 创新成果逐步凸显 在行业内外金得到了高度评价 2021年12月 入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健康时报 主办评选的全国八大综合创新优秀案例 同月 被成都市健康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评为健康城市年度实践实加案例 惠荣保上线两年来 始终秉承惠民初中 立民初心 以高效贴心的服务为荣成千家万户 奉上一份暖心的保障 2021年8月 63岁的成都市民H先生 不幸确诊罹患肝细胞癌 因多次住院和门特治疗 前后共产生医疗费用 238.52万元 经医保报销后 个人还需负担159.34万元 正当H先生家人为医疗费用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时 H先生想起去年5月和家人都参保了惠荣保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今年1月通过惠荣保微信公众号 向惠荣保项目组提交了理赔申请 截止今年4月 惠荣保先后为H先生 赔付了71.33万元 个人负担下降44.77% 极大缓解了H先生全家沉重的经济压力 本来我们家要自己承担100多万 惠荣保给我们赔了70多万 真的是救命钱啊 也对我后面持续治疗提供了帮助 我们也更有信心治疗嘛 H先生的家人激动的告诉记者 据惠荣保项目组工作人员介绍 截止目前71.33万是惠荣保 个人赔付的最高金额 透过惠荣保理赔数据可以发现 乐性肿瘤中赔付金额前5的是 肺癌 乳腺癌 白血病 肝癌 卵巢癌 经惠荣保报销后 个人负担平均下降18.51% 恶性肿瘤仍然是危害现代人健康的头号杀手 要早发现 早检查 早治疗 对于59岁的成都市民L先生来说 2021年7月 在拿到白血病确诊书的那一刻觉得天都塌了 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那样 L先生治疗需要长期使用某特药 但是该药品尚未纳入基本医保 药品费用需要由个人全部承担 截止今年4月 他多次购药伪计花费90.3万 就在这时 主治医生提醒他该药品在惠荣保特药目录中 L先生这才想起自己购买了惠荣保 于是L先生立即通过 惠荣保微信公众号申请理赔 最终供获得赔付67.73万元 个人负担医疗费用下降达55.42% L先生表示 因为治疗必须要用这么贵的药 如果没有惠荣保 那我们可能就真治不起了 惠荣保上线两年以来 让参保人持续感受到了服务在身边的温暖 让数据多跑路 让客户少跑腿 惠荣保在不断升级保障责任的同时 也在不断优化服务流程 据了解 2021年度惠荣保在保障期内 先后上线了在线保全功能 特要支付等多项便民 利民服务 让理赔更便捷高效 服务更有温度 据惠荣保保障联盟相关负责人介绍 惠荣保自2020年上线以来 政府指导部门在不断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对保障责任扩展 服务至效提升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指导和要求 充分体现了政府指导部门 将惠荣保这一会民工程做好 做实 做细的决心与能力 2022年 惠荣保即将迎来第三年度 惠荣保保障联盟也将一如既往 肩负信任 践行承诺 不断为荣承市民提供奔安心的保障 更贴心的服务 据了解 2022年度惠荣保 马上将于5月6日正式上线 凡四川省本级基本医保 成都市职工基本医保或成都市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 均可通过惠荣保 成都发布 成都医保等微信公众号及天府市民云 天府通的便民app在线办理参保事宜 以客人身份参加成都市职工基本医保 及持有成都市居住证并参加成都市居民 基本医保的人员也可以参加惠荣保 消息第一nier 消息大参承 Milwaukee 消息大行 消息大